接著去到 long question 的部分 在看 long question 之前 我們也先看看 MC 的 STAT 先 MC 的 STAT 其實你會發覺 這裡這個 role 其實就是 那一題有多少人對 我們第 13 題 就是基本上全部人對 第 14 題交叉了 因為這條 cancel 了 至於 rank 的意思就是 那一題究竟哪一題最多人對 這個 rank number one 這兩題 所以這兩題最多人對 最多人錯就是 第 2 和第 4 條 大家要留意 至於我們的平均 正確的 MC 題數就是 14 條 我們3C 班 接著我們去到 Session B Long Question 的第 21 條 第 21 條 用回頭成尾的技術 6乘負12 負12 負12 兩個數成負12 又要加上負1 那就是負9和8 所以我們會寫回 就是 6s 二次負9 sy 加8sy 減12y 二次 然後呢 這兩個就抽3s 2s 減3y 這兩個就抽4y 2s 減3y 所以就是2s 減3y 和3s 減4y 那你見到它只有1分 那你都可以直接寫答案 都可以的 然後去到 Part B Part B 又很簡單 抽個 2 出來 1 5s 減3y 這個是 5s 減3y 好 抽個 5 出來 就是2s 減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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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去到 Part C 了 Part C 整條色 抄一次 先 好了 好 接著呢 你留意到 前面這三個就是這個 有理沒理 寫上去 就算你不懂做 你用 Part A 的 Result 都會有一分 好 接著這兩個 你見到它是調轉了 調轉了 所以你先調轉 好了 而這塊是什麼 這塊就是 我們 Part B 計了的 加5 2s 減3y 接著 前面我照抄 先 好了 接著 2s 減3y 和2s 減3y 一起 抽出來 一起抽出來 就會變成 2s 減3y 然後 3s 加4y 加5 好 接著我們看看 後面的 Factorization 第22條 Factorize Part A 這塊 你見到兩個都有3的Factor 所以我們會先抽出 負3 先抽負3 留意 中間會變成 加好的 好 1000是什麼意思呢 1000就是10的3次 所以我們會這樣寫 A加10 A2次 減10A 加100 好 因為這個是加 所以就會加減加 另一方面 這一條式 這一條式 我們會用A3次-B3次的技術 就是A-B A2次 加AB 加B2次 好了 所以這裡我們首先 這邊呢 就會這個現在是A K加M是A M就是我們的B 所以我們就會寫 K加M-M K加M-M 好 至於這個括弧 就會是K加M2次 加 K加M 再加個M 再加M2次 好 K加M-M 就是只有K 好 這一邊 這一邊我們要用Identity 這條Identity都寫出來 就會是 這一條中二學的 好 上面這一條 所以這一條呢 就會變成K 2次 加2Km 加M2次 再加Km 再加M2次 再加M2次 好 然後將like terms 固定 有什麼like terms呢 2Km和Km 加上3個Km M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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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M2次 那就會做完了 再加M3M2次 Cm3